第39章 真神 祖神教的一群真神齐聚祖神功 竟然连我们真神都无法控制的贵福 韩经真神帝吼道 银河灵主在厉害之前也只是宇宙之主 即使他开始突破 突破为真神 我们也是真神 为何他距离我们不知道多少光年 我们都不受控制的贵福 别说是你们 即便是我们三个乃是祖神 受本源意志钟爱 之前金光穿越时间空间而来 我们三个一样贵福 苍老祖神摇头 太离谱了 不可思议 一个个真神 包括九幽真主 都为之难以理解 他们毕竟是真神 而且都有各自的小型宇宙 单单论地位 本源意志也得尊重他们 让他们可以言出法随 即便本源意志也无法令他们贵福 可是刚才不管距离多远 只要是在原始宇宙中的真神 个个都贵福了 这么夸张不可思议的动静 双面祖神道 毫无疑问 银河灵主一定开始突破成真神了 对 肯定开始成真神了 这般动静 整个原始宇宙贵福 何等生威 肯定有了极为特殊的突破 祖神教的众位真神 没有一个例外 都认为罗锋开始成真神了 之所以说开始成真神 是因为成真神有一个过程 得先神国扩张为小型宇宙 而后神体才会根本性突破 这自然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银河灵主到底怎么成真神的 动静大道 整个原始宇宙 亿万族群都贵福 即便是传说中的神力路线 我在禁知世界中 看到的远古文明传承 也没记载说神力路线成真神 会有这般情景 对 不管法则路线 还是神力路线 这种场景 根本就未曾记载过 星空巨兽联盟的一群真神们 也一个个猜测着 他们都疑惑 在银河灵主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引起这样大的动静 像这种动静 他们听都没听说过 难怪银河灵主 一直没有成真神 以他的绝世天赋 恐怕在万亿纪元前 就成真神了 可他一直没有 却仅仅以宇宙之主之身 成为整个宇宙海第一强者 人类疆域内 须今真神感慨着 原来银河灵主 在走一条无比艰难的道路 这是一条 即便是银河灵主的天赋 也苦修亿万纪元 直至今日才突破的道路 而这一条道路 一旦成功 也是令整个原始宇宙 都要震动 亿万族群都要跪拜 包括真神都得跪拜 须今真神赞叹 银河灵主工程 借受浩劫 我们各族有希望了 哈哈 银河灵主 现在的实力 一定高深到不可思议地步 厉害 人类内部早就将 罗锋捧上至高的位置 罗锋这次突破的 动静大道震撼灵魂 连真神们 各个都得跪服 其他各族 或许还有些嫉妒 可是人类本族 却无比激动兴奋 因为他们乃是一个族群 罗锋获得大成就 他们自然也跟着 得到无尽好处 将来罗锋超脱轮回 那么 整个人类族群 也将永恒存在 原始宇宙内 亿万族群 都为之议论纷纷 包括无数星球的 普通生命 都是如此 他们并不认识罗锋 可是 那金光万丈的身影 却应刻在 每一个生灵的 生命核心中 无法忘却 而那些族群的高层 却自然能辨认出 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银河灵主罗锋 银河灵主终于突破了 我宇宙海一万族群 有望了 借寿浩劫 我们有希望了 那些弱小族群 有的只是激动期待 在距离原始宇宙 不远处的一颗 小型宇宙 那是坐山客的 小型宇宙 坐山客很是狼狈的 一屁股坐在 连绵的山脉的 其中一座山巅上 脸上有了一丝庆幸 差点 差点 坐山客庆幸摇头 差点我也要跪服了 刚才无尽金光照耀来 坐山客正在自己的宫殿中 雕刻着一块岩石 突然被金光笼罩到 坐山客当即脸色大变 以无尽大毅力 当即立即逃到宇宙通道中 他的宫殿处 本就有一宇宙通道 连接他自己的小型宇宙 艰难抵抗着 逃进宇宙通道 回到自己的小型宇宙 到底怎么了 坐山客皱眉疑惑 他被金光笼罩 那金光也瞬间在他的灵魂上 留下了金光万丈的身影 他自然辨别出 这就是他的弟子罗锋 罗锋到底怎么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一般的真神 恐怕根本无法抵抗 直接跪服下了 即便是我 如果稍微多待一会儿 恐怕也要沉浮 坐山客皱眉 那金光中蕴含的 不是本源意志 而是至高的规则 坐山客根本不怕本源意志 本源意志有思维能力 可是其本身并没什么威胁 至高规则就不同了 那是整个宇宙海 一切运行的规则 原始宇宙为何不断地毁灭诞生 为何会诞生介受 为何真神们 最多活三个轮回时代 必须闯轮回 一切的一切 这就是规则至高规则 是没有任何思维的 它只是规则 可同样 它也至高无上 幸好至高规则 只是引导每一个生灵的生命本源 坐山客按道 低阶生命对高阶生命的自然敬意 自然崇拜 至高规则 仅仅是引导且强化 另一个个生命包括真神 自然服从了生命的本能 跪服了下去 幸好只是诱导 若是强行跪服 我也得跪了 坐山客唏嘘 它不具本源意志 因为本源意志 做事是受规则限制的 必须符合一系列条条框框 而宇宙海运转规则就不同了 即便是坐山客了解的秘密够多 对至高规则依旧只是一临半爪的理解 我的弟子 难道他突破了 坐山客疑惑 他毫无疑问走的是神力路线 这么长时间不突破 估计他有着大目标大野心 想要达到神力路线第三层 可即便神力路线第三层 也不至于引起这般动静 连至高规则都降临来赫 坐山客看得出来 这就是一种为罗锋庆贺的手段 正因为罗锋这次的成就 达到不可思议地步 所以至高规则降临来赫 更令亿万族群都贵妇来赫 人类疆域 太阳系中 一切金光消散 罗锋恢复正常 嗯 罗锋也有些发懵 刚才 刚才一瞬间 自己似乎看到了原始宇宙的万事万物 看到了无数隐秘之地 无数的生灵在向自己匍匐 跪拜 很快 罗锋不再多想 我的生命基因层次 罗锋连仔细感受这次突破的成果 全都一握 神力震荡 这顿时令罗锋露出喜色 到了罗锋这一程度 对力量的掌控何等精细 他甚至能确认神力层次达到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倍 可想而知精确程度 十万倍 整整十万倍 不多不少 我的生命基因层次竟然是十万倍 罗锋未知震撼 天 这太不可思议了 须知神体三层次 三万倍至六万倍 便是第一层次 六万倍至九万倍 便是第二层次 九万倍直至无限趋近于十万倍 为第三层次 而且 在断东和一脉 传承记载当中 从未有谁达到过十万倍 进知世界的记载中 也从未有谁达到过十万倍 须知是记载 也就是说在远古文明 断东和一脉 和进知世界 都未曾听说过十万倍生命基因层次的存在 这只是一传说 在远古文明都只是传说 从未有谁达到过 没有任何记载 我 我做到了 罗锋发懵 我先是达到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倍 而后悟透宇宙之主 真神 虚空真神这一派系 和戒兽一派系的相通处 罗锋按道 难道在远古文明 就没一宇宙之主 做到这一步 是了 似乎进知世界的记载中 关于戒兽的记载也是传说 且记载中的戒兽 似乎非常强大 是成长期的戒兽了 此刻的罗锋 并不明白 为何自己达到十万倍 是因为眼界不够 毕竟连段东河一脉 禁知世界一脉 都未曾发现过 神力路线达到十万倍的 强者的诞生 既然没发现过 自然不明白其原因 罗锋自己成功了 却也仅仅只是隐约有些推测 该突破了 罗锋一脉步 错 便直接顺移 回归到银河圣地 茫茫迎合圣地中 那无尽幽海上空 一身白袍的罗锋 凭空出现 无尽幽海 重组罗锋 俯瞰下方 无尽幽海 轰隆 无尽幽海 顿时腾绕起 无尽雾起 而后生命基因层次 迅速蜕变 从之前的 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倍 直接跃迁 到了十万倍 不过这一次突破 再无至高规则来赫了 随着这一突破 神力至上提升 体积自然也稍微缩小了些 从之前直径十二光年 到现在不足十一光年 花花花 只见无尽幽海 疯狂吞袭 上方无尽虚空 都出现了原始宇宙的 法则海洋的虚影 大量的海水凭空诞生 不断降临到无尽幽海上 过去无尽幽海 必须靠天赋创造 让幽海自动恢复来 逐渐扩大体积 可此刻达到十万倍 已然是无尽神体 完全可以尽情地吸收 只见无尽神力海水 不断从高空落下 融入无尽幽海中 令无尽幽海体积 不断增加 同时 原本一直在宇宙海中 寻守的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 金角分身 也在往回赶了 一旦最后突破 诸多分身合一 那些分身是得消散的 若是不回来 像星辰塔等宝物 不就遗失在外了 最后突破 太后突破 到你 不能够 紧脱 我 不知道 未能够 那些分身 我 吃